乞乖宝宝学画画 哈喽大家好我是水果糖 哈喽大家好我是甜甜 我们今天要来画一个非常好喝的柠檬水 我们画一个透明的杯子 然后杯子里画上冰块和柠檬 我现在指着两边打两个点 来确定杯口的位置 然后把它连起来 你打得有多长这个杯口就有多大 然后呢我再画一条线 旁边圆起来 这样你就得到了这个细细的长条 好 接下来我们下面我们要继续把横线 再画一条横线 再画一条横线 一共等于画了四条横线 中间的地方呢 用直线把它连起来 上下的用横线连 好我们接下来画下面 左边还有一个小图 横一点点 上下 右边也是横一点点上下 两边尽量的去对称它 准备要往下滑咯 差不多的位置 我打个点 确定这个位置的长度 然后把它连起来 如果你怕你直线人的不太好呢 你就可以用尺来连它 嗯 这一笔有一点点斜 下面也要一条直线 但是左右两边呢 要稍微空出来一点 这样方便 还用横线去把这个杯子连起来 因为杯子一般都不会是非常非常实的 对不对 都是有一点点弧度的 这样一个杯子我们就画出来了 我们还得再画一个把手 这个地方 我们确定一下把手的厚度 向外画一点点直线 弯下来 好 这里 跟上面平行 然后准备 弯 向下 向下 到差不多的地方 就可以画红 把它们连起来 变成一个弯弯的 手 把 你看你可以把手拿着 卡 是不是 我们现在来画杯子里面 我要来画一个冰块 画两条斜线 再画两条狠一点的斜线 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面呢 这个面呢 我们把它连成一个方形 这边也连成平行四边形 你看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冰块 这边是一样的两条斜线 这边连成一个方形 这边连成一个方形 这边连出来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们都是一个另一条体 来张纸给大家演示一下 层 斜 层 平行四边形 好 这边连成一个方形 这条线 这条线 平行的是不是 再画一点 平行的线 平起来 这是一个立方体 这些冰块呢 都是一些立方体 后面呢 再画一块被遮住了一半的立方体 就像这个样子 你看 把这个立方体左右摆弄一下 就是它们不同的形状啊 这些冰块已经在前面 还有在后面 这样会有层次的样子 我们现在画被冰块遮住后面的 柠檬片 这是一个半个柠檬片 半个柠檬片是什么形状啊 是一个半圆 对 是一个半圆形 我们在后面遮着画一个半圆形 我们在后面遮着画一个半圆形 然后倒出中间的那个点 把它连几条斜线 这个画的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都被遮住了 嗯 现在我在这里画一个小破荷叶子 我们家就做了破荷 嗯 听说破荷还能够防蚊子呢 我现在要画这个里面的水的边线 它离那个平边 要空一点距离 然后向下 跟着外面的形状一样 在里面再画一圈这样的形状 像这个样子 这个流标 上面呢 画一点点弧度的波浪线就可以了 好呢 然后我们要画管子啦 不画管子怎么喝呢 管子这里是要穿过玻璃音 我们直接画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说 我们是要穿过水面的话 上面的管子是这样 下面的管子呢 就要错位一点 因为 为什么 这是一个水的折射 它在水面下面的呢 它就会 都外面的水外面的不是那条线 它就会弯一点 这是一个 能弯的管子 这个点这里 画一根小沙的底面 把它们连起来以后 这个管子就弯过来了 现在要画杯子外面 一个插上去的 柠檬片 这个插上去的柠檬片呢 一般就是圆形的 它插在那个杯子的边缘 一般是作为了好看装饰 在里面画一圈 是柠檬的皮 我们找出这个圆的中心点 点一点 然后 画一些 分散的线条 这就在这个圆形上了 对 对 那你画一些 橘圆形的小籽 就像西瓜籽一样 不过比较小一点 小一点不涂黑 嗯 是的 这个紫皮 应该是白色的 哦 水 对 小水滴形状 对 小水滴形状 现在这一片柠檬画好咯 我就要画 它的眼睛了 在这个杯子的底部 下面我画两个眼睛 我好像画歪了一点 眼睛里面画一个大圆 一个小鲜 一个大圆 一个小鲜 一个大圆 一个小鲜 一个小鲜 一圆形状 一圆形状 快点吧 这个圆形状还会不小的 我给它搭一点 水分叶 它的形状整理 一圆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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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来加小眉毛 哎 点亮点小嘴 笑一下点小嘴 可不可爱啊 很可爱 好吧 我来给它涂色咯 涂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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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眼睛一个上点一个下点 也不是那么明显了 你已经把柠檬水的颜色给涂出来了呀 是黄色的当然 对 柠檬是黄色的 它的柠檬水泡出来也是淡黄色的 管子你也可以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这些瓶子还有冰块可以涂上淡淡的蓝色 不然 不然 不是黄色 难道是椰子水吗 苹果水吗 这个 西瓜水吗 现在我把这里涂成水面的地方涂成黄色 给它留了一块高光条 肯定是因为这是玻璃的 玻璃的反光一般都比较明显 好吧 柠檬片我也涂着黄色了 这个籽我应该空成白色的 在这个玻璃杯子的边缘处用浅浅的蓝色勾一个边 勾边啊 嗯哼 这简单 也可以涂成蓝妹子呢 嗯是的 那我尽量的给它留出更多的白色 冰块也是只在边缘处把它勾一圈就可以了 用了管子我涂上紫色 这个浅浅的紫色很好看嘛 我来画一个小柠檬啦 你看上面是尖的 下面是一个胖胖的身体 下面又一个尖的 它有两个尖尖身体胖胖的 画一个小眼睛 小眼睛 画一个小浴符号 小猫猫 小嘴巴 U型的小嘴巴 小嘴巴 大鼻子 看一个小手手手手 一大鱼符号 小鱼符号 小鱼符号 小角角 小角角简得那么画下就好啦 好 小柠檬我也给它涂成白红 还有黄黄的身体 再换一个小柠檬 小尖尖 大身体 弯弯的眼睛 半圆形的小嘴 特别高兴的 柠檬妹妹 要去喝我的柠檬茶吗 她很开心是不是 我们来学习 柠檬水的英文怎么写啦 L E E M Lemon O N Lemon 是柠檬的意思 那柠檬水怎么写呢 Lemon Water 后面有加上A B E Lemon Lemon 水 它还有很多柠檬小伙伴呢 对呀 谢谢观看 喜欢我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我会认识呢 我会认识吗 我会认识呢